這裡的話呢 假設我沒有填資料的話 沒有填資料 你會發現 移開的話 或者你直接按確定 他會去Check裡面到底有沒有資料 那如果我今天填了一個資料 然後姓名的話填一個資料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驗證控制項他就不會 他就不會出現 那這個驗證控制項呢 其實你一般就可以把他擺在旁邊 這地方擺在旁邊 然後呢 並且告訴他說 你要檢查的控制項是哪一個 請你幫我檢查 看看裡面有沒有東西 那其實他裡面怎麼達到那個驗證的目的 各位其實如果你們在那個 Ie軟器裡面是在那個原始碼裡面 檢視原始碼裡面 可是我有時候比較喜歡用Chrome 為什麼? Chrome你把它選取就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檢查元素 因為你檢查原始碼 他不會有顏色改變 可是在Chrome裡面呢 他會有顏色改變 看起來會比較能夠清楚 那比如說你有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展開來 比如說我先知道Scrip這個地方 他到底裡面寫了什麼東西 你可以把它再展開來看一下 那實際上這個地方裡面 他就自動幫我怎麼樣呢 產生這個JavaScript的語法在這裡面 而且是自動 這個是自動產生的 當然你也不用特別去記他 如果說你自己要撰寫的話 我跟各位講 其實要寫這些並不太容易 你當然至少你要懂得 JavaScript的基本語法要怎麼樣寫 要放在哪裡 然後要怎麼去 去指向哪一個 這個頁面上面的哪一個 這個控制項你要去做檢查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全部都已經幫你做好了 你一行程式都不需要寫 你只要知道怎麼樣 做那個屬性的設定就好了 那我們畫面上面需要做哪些動作 首先 其實我發現這東西太好用了 以前沒有這東西的時候 自己要寫真的很麻煩 那現在已經都幫我們做好了 那只是說呢 這部分呢 要怎麼 來使用它 特別注意 這裡的話 首先 我們也是建立一個頁面 這個地方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 我只要知道呢 我要用到的這個控制項 它在哪裡 首先特別注意 它的位置 不是在這個標準的 這個群組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在那個工具箱裡面 在工具箱裡面 會有個驗證的群組 請各位把它展開來看一下 那我們會需要的是一個叫request 特別是不要找錯 request feels 這個 這個控制項 這控制項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拖拉過來 這裡把這個空箱拖拉過來 那做哪些設定呢